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现在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堂会 招指大量出售国有地 间接住长房价 财政部澄清了 财政部长上任近日招指 在国产署长任内 大量飙售公有土地 导致都会地价屡创新高 间接住长房价 财政部于6日澄清 此说法与事实不符 强调2013年至2016年 任职国产署长期间 国产署已执行 大面积国有土地 不出售政策及法令规定 财政部表示 行政院在2009年10月8日的 第3165次会议 当时院长提出 500瓶及1650平方公尺以上 国有土地不出售 在2012年1月4日也修正 公布国有财产法第53条 明定无预定用途的 国有非公用空屋 空地 年积在1650平方公尺以上 不得办理标售 目前的财政部部长任职署长期间 国产署已执行相关政策 另外针对陆军保养厂土地标售 底价74亿 未考量社会住宅的说法 财政部强调也是误解 入保厂共分 ABCDE共五处基地 其中A约0.56公顷 B约0.9公顷 基地已由台北市政府 新建社会住宅 至于C约1.59公顷 D约1.2公顷 E约0.83公顷的基地 则经国产署前年 1月27日召开会议 为解决政府推动社会住宅政策需求 并兼顾国家整体财政目的 决议第一基地 由驻都中心评估规划 作为社会住宅使用 C基地则由国产署 依国有财产法等相关规定 以公开招标设定地上权方式 国化运用 标托之后 权利金及地租收入 可溢注国军老旧银社改建基金 财政部也强调 国产署已配合内政部之室 驻都中心 新办社会住宅 提供出租25处 10.34公顷土地 捐赠73处 17.12公顷土地 及102笔房屋 出售21处 9.73公顷土地 于驻都中心 目前国产署已出租9处 捐赠21处 及出售15处土地 及捐赠102笔房屋 国产署表示 为配合推动住宅政策及 增加活化利用 国有前置房地管道提升效益 去年下半年新建 国有非公用房地标租与 符合租赁住宅市场发展 及管理条例规范之 租赁住宅包租业 由其转租于 次乘租人居住使用支机制 将于今年上半年办理首批 国有房地包租公告作业 其透过国有房地包租机制 扩大租赁住宅市场供给 满足民众租需求 这个国有的包租事业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使用权住宅吧 看起来像是这样子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文章像是在 财政部是在澄清 他们没有利用国有的土地 来助长地价 但是因为看到很多新闻 都是写社会住宅 可能盖得不是这么理想 然后导致民生载道 但是对于国有土地 在销售这件事情 从来没有听到他们 有被使过什么绊子啊 或是怎么样啊 都蛮很顺畅 其实这个新闻 就是在回应刚刚那个专家讲的嘛 是不是入包厂那边 那么大块土地没有拿来使用嘛 对也就是他就讲说 他没有在乱卖土地嘛 没有帮助在炒房嘛 而且呢这些目前的 入包厂那边的土地 是有做规划的嘛 他目前总共ABCDE五个嘛 AB是社会住宅 DE也算是啦 C的话算是地上权了嘛 那也就是说他这些土地 其实是有拿来做 社会住宅使用的嘛 不能说全部啦 但多数是嘛 那当然我想应该是 可能看了上一则新闻以后 赶快出来讲 我没有不要诬赖我 那为什么大家会没有什么感觉呢 就是因为政府做事就是比较慢嘛 会花很长的时间啊 规划 然后大家开会啊 开久一点点 会议甚大一点点 感觉我可以做事嘛 就是有时候效率感觉不太明显 这是一直以来的问题嘛 尤其可能又牵扯到 这个国家的土地嘛 但也是必须得小心啦 那我们也期待说 如果说今天这个土地 真的活化拿出来使用了 那当然就希望 他不要又轮为 变成是一个政治的 或是选票的炒作工具嘛 那既然也规划了这样子长的时间 现在有把这个消息放出来 我觉得更好的是让全民可以去检视这件事情 对啊 不然的话就是你在那边规划半天 然后规划 然后直接公布了 然后公布了就实施了 然后突然你就跟他讲说 欸我们也有提供社会住宅 然后这么大数量的社会住宅 可能你谎一听觉得 欸好棒喔 政府好棒喔 是不是 那没有仔细去看啊 也许规划有一些问题 或者当中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桌面下的事嘛 我们总是不希望像这个经典赛 本来可以在新竹打 后来不能在新竹打 这种事情发生嘛 那这样的话 藉由这次的事件呢 早点让大家知道 更清楚的知道 就是有ABCDE 现在这个五块的一个计划 相关的民众可以更去了解 更去检视这个东西 到底最后推展的状况是怎么样嘛 那不要只是大家闷着头做 那早点可以让我们知道 这些消息也是好的啊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当然我们乐见其成嘛 那也希望是好好规划啦 不要浪费这笔土地了啦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 好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防老吉 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